流心语色,其微无奈 尚文杰不跟何杰交友 好不容易争取到浪杰的机会 没成想都到武功了 何杰还是没能借此改变她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和口碑 反倒是几乎每期都有槽点 从性格到素养 现在甚至是专业实力 都备受质疑 这部 短短一期节目 何杰可谓是频频语出惊人 每次站在她对面的姐姐 要么无语 要么无奈 至此 大家也更加理解尚文杰 台上台下都想远离何杰 连演都不想演的原因所在了 第五次公演 除了每一个团队会分别带来团队秀表演 三队的队长们 依然会有一次合作表演的机会 众所周知 七威对于舞台 从来都是要求很高 不仅要歌曲好听,舞美好看 她很懂观众的期待 于是几乎每一场表演 她都想设计一些令人惊喜的片段 于是在开会讨论演出舞台时 她便向节目组提出 我们既然都已经做乐队了 是不是我们舞蹈展示前面 我们去学一段段单人表演 比如一人学一个乐器 此时 她身旁的陈浩宇和何杰 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陈浩宇耐心聆听并等待老师们的看法 她并没有说话 而何杰可是一点都等不了 七威话还没说完 她只听到乐器二字时 就已经开口打断了七威 不要开玩笑哦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其实从对演出的态度角度讲 何杰的想法没有错 大家还记得 之前的浪劫舞台也发生过类似一幕吗 蓝莹莹让吴欣在十天之内学会被撕 她是信心满满 但是她从没问过吴欣的意见 也没考虑到当中的难处 最后令场面一度尴尬 吴欣濒临崩溃边缘 所以这么看 何杰及时阻止 没毛病 但问题就在于 何杰做事太冲动且不考虑别人感受 暂且不论七威刚提出就被否定 心里有多无奈 单单何杰还不等对方讲完话就打断的行为 就显得缺乏尊重了 其实在场的婉拒 就有很好的表达标准 比如老师们听了以后 也觉得不现实 但是他们会反过来问七威 你们会乐器吗 陈浩宇说会一点 七威说自己会小提琴 此时还没等大家说出异议 七威自己就反应过来了 小提琴搭配摇滚 好像也太违和了 于是这个想法也就顺势被推翻了 大家不但不尴尬 也都各自心服口服 对比之下 足以见得 何杰之所以在浪姐中明明实力出众 但不那么受欢迎 因为他私下是缺乏沟通技巧的 这样的人 说好听了是心直口快 但大家扪心自问 你们会愿意和他们做朋友吗 和他们做朋友会相处的舒心吗 这次表演 和杰团选到的曲目是破风 对比起其他风格先宁的歌曲 破风的舞蹈难度相对来说是很大的 因为这首歌本身来自于男团 舞蹈需要对力度收放自如 并且表情方面 也要控制得很好 在给自己团队打气时 和杰上来就大喊了一句 我们要油而不腻 队员们一听就不对劲了 韩雪当场就反问 油 此时在大家的提醒下 和杰才更正过来 应该是帅而不由 然而不看不知道 一看小组的训练视频 和杰作为专业的唱跳歌手 把多年的表情习惯放到这首歌曲当中 的确实比其他姐姐看起来别扭 也许是为了缓解尴尬 和杰开始走起了自我调侃路线 承认自己的表情动作看起来很油 为此 他还特意在训练大厅铺了一张红毯 借助他来去游 然而即便是刘欣多次指导他 陪他练习 路过的陈浩宇看了两人的表现 也瞬间秒懂和杰的问题 他总结 刘欣看起来没有表情 你看起来全是表情 这一句话 一不小心也点破了和杰 虽然实力不弱 但是却没能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的原因所在吧 毕竟一根油腻沾边 就一言难尽了 当了队长的和杰 对于团队的表演是十分有信心的 特别是他们特意展开了去游训练以后 肉眼可见他是心里乐开了花 于是这一飘 就有点忘了杜 在一次排练结束之后 他豪爽大喊 太帅了 太帅了 受不了了 同族姐姐们都不知如何接话 毕竟这自卖自夸的活 不是每个人都擅长的 只有老师站出来说了一句 别这样 没成想老师根本没拦住和杰 他继续大放厥词 我觉得我们已经帅过EXO了 也就是这首歌曲的原唱 此话一出 深知韩团训练不易 专业素养颇高的流心立马就语色 毕竟自夸归自夸 把自己夸得比原唱还好的 还是第一次见 此时王林也赶紧在一旁劝和杰 冷静 冷静 不得不说 深处娱乐圈 和杰的想法的却太简单 之前他说周扬青说话不过脑子 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呢 不仅仅是专业演员 歌手 即便是普通人 做任何事都希望得到认可 也不希望相互之间比来比去 显然 和杰这顿操作是欠妥了 还记得吗 在和杰向大家诉苦 称不明白为什么交不到尚文杰这个朋友时 他可是说过 自己性格很好 很好相处 朋友变天下 所以肉眼可见 在浪杰的台上台下 他至少表面上跟谁都很熟 比如姐姐们初次见面时 他见到王林进来 直接大声高呼 激动之情异于言表 比如在和尚文杰产生分歧 尚文杰表示很和杰频率不一样之前 大家还以为两人有多要好 因为和杰话里话外 都是一股和尚文杰是多年老有的意思 以这样的行为作风 他在镜头下时时刻刻都表现得很松弛 无论对谁 无论何时何地 张口就开始调侃 这不 小组抽签抽到可以观看陈浩宇祖的彩排视频 大家都在认真分析对手的优劣事 同时享受住这场试听盛宴 只有和杰 关注点清奇 看完之后 他直接转头对韩雪说 万妮达和张雨昕站在一起的视觉效果 就像我和韩雪站在一起 此时网友们纷纷感叹 替万妮达说 谢谢了 而听了此话的韩雪 也只是回忆一个礼貌的微笑 什么话都没说 因为也许除了和杰 大家都知道 对于年龄 身高这些问题 有的人是十分在意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公开场合随便拿来做调侃 这不是玩不玩得起的问题 这是对人最基本的尊重和交友最基本的适度 这也就足以见得在待人处事上 和杰是缺乏分寸感的 这样的人 能够遇到兴趣相投 性格相似的人 他们能成为好朋友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这样有意无意的开玩笑 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冒犯 这么看来 也就难怪网友们纷纷感叹 和杰不红不无道理 毕竟在任何一个领域 实力固然重要 但为人处事的方式 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 综合素养 也同样重要